2020的居家令一度让宠物庇护所以及繁殖机构面临无狗可受的局面,且专业的繁殖机构的排队清单已经动辄需要等待12个月之久。 从AKC的注册数量上来看,2020年注册的犬只较2019年增长了20%。 当然,对于那些对犬种有特殊需求的人依旧不在少数。 根据美国羊犬俱乐部发布的数据,2020年美国最受欢迎的犬种依旧是聪明且忠诚的拉布拉多。 去年,超过98300人在AKC注册了该犬种,而这已经是拉布拉多连续第30年产联宝座。 不过,在养狗需求倍增的2020年,第二名的位置却发生了改变。 法国动牛犬取代了早前的德国牧羊犬的位置,以66600的注册量夺得了第二名。 AKC的发言人布兰迪·亨特表示,近十年来,法斗以其可爱的皱纹和竖起的耳朵越来越受欢迎。 随着更多的人了解了该品种,他们会发现,法斗既聪明,适应能力强,而且易于护理,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型宠物。 不过,AKC的发言人也提醒那些准备养狗的人,流行并不是选择狗的明智之举。 养狗是一种长期的承诺,因此选择合适您的生活方式的品种非常重要。 进入2020年最受欢迎犬之的前市民,分别还有金毛巡回犬、斗牛犬、贵宾犬、笔格犬、罗威纳犬、德国短毛犬和腊肠犬。 中天中望,专利报道。